我是演過一個 真的死而復生的一個角色 補拍原本之前的戲是被 之前的未婚妻推下樓 墜樓然後醫生睡目死亡 原本戲就這樣 好 我的角色結束 後來補拍一段就是 好 接下來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然後醫生急救怎麼樣 然後醫生宣告 我想說對不起 你的孩子死 結果媽媽 她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結果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就一直在病腦上 一直催著我胸 一直催著 催著 我不相信 然後我左手就交代動了一下 就這樣動了一下 好 心慧復蘇蘇 對 醫生都宣布無效已經死亡了 就一直催著來 我就動了一下 好 接下來我是怎麼呢 其實他二十幾年 我是在美國裡面變成植物人 好 戲堆到一個當口 在本土劇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婚禮 都是一個大報的一戲 好 我就是要趕在這個婚禮 是要回來爆出當年的很多婚禮 黑母當年誰害死我 然後要磨奪家產 好 我本來還只是植物人 後來突然醫生跟媽媽宣布 我醒了 醒了之後 眼睛一醒 醒了隔天之後 就開始在復健室做復健 復健室 然後很吃力地推著 推著那些附近的機器 然後馬上隔天 就坐著飛機要趕回來台灣 然後我在那個交代一下 我在機艙裡面還拿那個報紙很吃力的 在那裡因為還沒有語言能力 還在這樣 下一刻一到那個婚禮門口 門一打開 休旦起來 所以這個休旦起來是我們的經典台詞 接著屁啪 你在立即 對打無流 然後當年所有恩怨全部報 太快速吧 所以這個 在本努力 可是她這個編劇已經有努力 不要那麼瞎了 對 還有復健過程 她還給你一個復健的鏡頭 還給你一個恢復語言的鏡頭 她至少說她有交代了 她有很努力地在說 謝謝 什麼叫泥秋在身上 因為一開始我就是演一個拍新部 然後為了要惡診媽媽 結果不小心惡診到自己 就想要害媽媽跌倒 結果自己踩到那個苦辣 然後 還是想摔倒 結果一盆泥秋倒在底下 很爽這樣子 可是大家看到 換女人被診都滿爽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片段 我來看一下 來囉 現在不會踩吧 不會 來囉 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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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在 哇 還不能爬起來啊 要繼續在那邊 這個編劇 編劇寫錯了啦 而且那時候是夏天 不應該是放泥秋啦 不然要放什麼 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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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可是這種受苦的鏡頭 其實收出去都很不錯的 大家都很喜歡看 壞人被虐待 對 嗯 有沒有被要求短時間 要學會什麼技能 有嗎 游泳吧 因為我完全不會游泳 然後又怕水 但是通常就是八點檔的劇本 都是前一天才知道 所以那一天大概就是知道我 劇本裡面是寫說我要從船上 開到海中央從船上跳海 然後潛到水裡 眼睛張開 然後游過去 就是救他 但是我完全不會游泳 所以那時候 硬學 硬學 他們就到了那個蛤蜊池 然後在那邊先拍別人 就先拍他的部分 然後就先教我怎麼 潛水沉下去 然後把眼睛張開 然後游過去 然後救他 就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哇 好厲害喔 好硬學喔 而且妳們拍很多哭戲喔 沛君 妳是不是要算準時間 呃 其實有時候情緒來了很難控制 怎麼去算時間 不過通常掉的時間都還蠻精準的 因為妳一邊講談詞 一邊到那個地方 然後眼淚掉下來 都是自然而然的 對 所以所謂的一般 要什麼滴什麼 什麼 什麼 吹淚的什麼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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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些演員 他就是淚線比較不發達 他就必須要靠一些輔助品 那有時候 人工淚液啊 或者飲料水啊 還有更誇張的 會就是擦那個什麼 綠油巾 對 其實通常我們前面幾遍都還哭得出來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單機作業的時候 可能每個角度都要拍 然後一拍五個小時 你可能已經哭了不到幾遍了 到後面是越來越哭不出來 到後面就必須要借助這種 人工淚液的方式 可能加上又沒睡覺這樣 對對對 可能很多天沒睡這樣 有些時候拉背反而流眼淚 就一拍正面反而流不出來 對啊 拉背幹嘛流眼淚 就是給別人情緒 所以沒有經驗 拉背的時候 拉背的時候 你就 就這麼演就好啦 你拍你的正面的時候 你才把真正的情緒 放進去演 那你們怎麼練出十秒掉眼淚 怎麼練的 這有沒有什麼方法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 比較容易受感動的人 我只要看別人哭 我就想哭了 對 那兩個對戲一下 你跟納豆應該也不出來 我怕他在笑長 紫萱幫你啦 沒有 我覺得紫萱 紫萱幫他太容易了 你讓他笑 你能讓他哭就厲害了 我來 你看見 你都很能讓他哭 你想不想讓他哭 好 你是他兒子 有個情境 接下來我們要請納豆與林黑君 上演一場母子相認戒 而究竟失散多年的他們 會讓現場淚光閃閃嗎 納豆 嗯 你幹嘛 我... 我要跟你說 我是你的媽媽 幹嘛呢 媽 我叫不對 你不是我的媽 這麼多年 我都對我... 對我... 對我爸 我每次 傷心的時候 生日的時候 生日的時候 同學都不懂我媽媽 我都沒有啊 我真的是你的媽媽 你在... 你在... 你敢知道我跟你爸爸做回的時候 我我女兒哭呢 我我女兒未睡 他要跟你吵架 我女兒不敢 你 legal 他們有沒有 問題 連你想住 我 SCHOOенты 你不會哭哦 難的 哇 哇 你也太快哭了吧 你也太快哭了吧 你也哭太多了吧 哇 我開心的 他今天看著他哭了 我開心得多想哭了 被人家哭了 各位观众 看到没有 这就是资深演员的实力 从开场到流眼泪 林佩君居然只花了30秒 就流下眼泪 而她生动的渲染力 更让现场众人实在感动不已 哇 说来就来 这行饭真是不容易吃 太厉害了 你干嘛又没有血缘 不好意思 我干嘛还在想笑 对啊 你怎么会跳到这样 你还是这样讲话 我要你把我妈妈 台语不认得 差点来讲我你爹 对不对 不是他如果面对着我 我搞不好过不出来 但是他一直摸摸摸摸 头发 对 你想到你们家死掉的狗吗 哇 厉害厉害 真是令人伤心 好厉害 最后一题 但最后一题就是说 大家在当这个奔斗训演员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不是有 比较辛苦的地方 听说有人规定一天 只能花两百块是不是 我是规定自己一天只能花两百块 两百 因为是新人嘛 所以其实赚的也没有很多 那所以像 如果没有在拍戏的时候 那时候拍两个爸爸的时候啊 我就会戴帽子 戴口罩 然后去补时间就发传单 就是赚零用钱这样子 那我的话 因为我哥哥他是做音乐的 他是做爵士乐 然后也得过几次金曲奖 那有时候他在外面表演的时候 他会就是带我当助理一样 然后甚至可能就那个 报经费的时候就多报一个人 让我可以领一点抽劳 或者是介绍我去一些 Pub然后去唱歌什么之类的 然后对就哥哥帮忙啦 对 你会唱歌哦 对啊以前组过乐团 美人觉得表情 好像很不像 爱情就由我来告诉你 乐团我就没办法联想在一起 这样子 那你现在就把那个放下了吗 乐团 我想一次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就阿弥陀佛啦 果修老师这样讲的嘛 对 所以今天做完这一集 我们真的觉得 以后看八点档 心情会不一样 你自己还想要再去演八点档 我放弃 我没办法 我位置一定会走错 我台词 而且是当天才拿到 对不对 都是热的 那我放弃 OK 我一定没办法 而且听说我如果是客串 就像我是一集 那你们拍三百多集 服装都要自己准备 对 对 没有吗 你们配 没有 大牌也一样吗 像各位 对 他们会自己准备服装 然后就是有一个服装 那个总管 就交给他说 这衣服就是我这一阵子要用的 不是啊 因为你哪一集穿过什么 你会不记得呢 会有服装助理 帮你自己常常吃 其实我们那个 每一场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所以大概也没有什么联系问题 因为联系当天就拍完了 那所以依正 你有两百多套西装 对不对 我的西装林林中夹起来 配合不同角色 不同的形式 大概七十几套有吧 哇 所以男生其实已经比较幸福了 因为基本上男生的搭配比较少 可能就当季 如果说你的角色有不同的话 再添购一些 那女生真的是很麻烦 其实每天要穿不一样 所以其实在服装的花费上 因为现在要找 赞助商真的很难 因为都是一天要拍完 而且有时候戏要翻啊 要滚啊 怎么样的会弄脏 很多赞助商现在都不愿意 可能要很多钱花费的 不愿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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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是 哎呦 前少事多 离家又晚 对不对 对 就在摄影棚 所以呢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好不好 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知道 你们的辛苦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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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